再做那个刚刚的动作就是Sales 有没有全选 贴上之后呢 再做 所以其实应该我印象中没错的话应该是这里 贴上之后 然后再做什么 蓝宽的自动调整 蓝宽的自动调整 那这里的话我们再来试试看 当然这边可以设一个中断点 然后来执行看看 那不过呢还是要先把这些工作表通通删掉 把它删除 来试试看 这边 这个 启用表单 那我们还是用业务好了 OK 自动产生的对不对 那建议你是中断点之后 再把它缩小放在下面来看 会比较清楚 然后现在的话 Select 第二个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Auto Fill 就是筛选 筛选之后的话呢 得到我要的资料 就 这个到A1 向右 向下 全选 小咪的部分 再Copy 然后再贴到小咪的 切换到小咪的工作表 再把它贴上去 对贴上 贴上之后就全选 其实好像也不用全选 这一行好像可以 好像就直接可以自动调整栏宽也可以 全选对不对 再自动调整栏宽 有没有 就加 其实你可以看看啦 如果说呢 这一行不要的话 好像也可以 因为我也是自动调整栏宽 因为已经选好了 所以 大概就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这一行不要 我先把它mark掉 取消掉 我们来试试看 再下一个看看 下一笔资料 现在是小张嘛 对不对 Copy 然后贴过小张 然后贴上 贴上之后呢 我们现在 把那一行给 可以当注解 对不对 看能不能 也可以 所以其实只要加一行就好 所以程式就是这样子 越改 越清楚 越清楚 所以只要 所以这甚至可以把它 把它写在一个 比较容易看到的地方 比如说要自动调整栏宽的话呢 就是这一行程式 其实很好记嘛 selection 你一个选举范围 点colons colons就是栏 哪些栏 点autofit 就可以自动调整栏宽 甚至如果是 调整列高 其实应该一样 selection.rose就好了嘛 它就是 列就自动调整了 那这样其实蛮好记的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它全部跑完 跑完之后的话呢 就自动呢 关闭 然后呢 我们最后的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小咪 小张 老王 英雄 瑶瑶 菜头 清清楚楚 一个 萝卜一个坑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表 而且按个按钮 感觉非常的快速 如果你 这个动作要从头到尾要做过的话 应该要花很多时间 尤其是那个大型的工作表 里面可能有全公司 业务人员的相关资料 你要分门别类 把它做整理的话 以往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那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就很方便 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就是增加一行 增加一行 就是叫做 selection.colors.autofit 甚至你自己打上去也是ok的 好